喷尿消毒 环保局每天动员大批人力 巡查脏乱空屋空地 以及有并媒文积水容器 私深远的区域 来全面防治登革热 台风雨过后 正是我们登革热 并媒文自身号发的季节 所以我们环保局不敢轻忽大意 所以我们就动员我们的人力 都每天到我们外面 去巡查我们的环境 然后去巡查我们当中的空屋空地 然后发公文 请大面积范围的土地所有人来请你 然后我们也会办理这个折衣村里 来办理这个环境清洁日的 这样子一个活动 来借此来呼吁宣导我们民众 能随时自主来寻到清刷 我们周遭的环境的并媒文自身员 来共同防治登革热 环保局说消灭登革热并没文 不能只靠一只喷药 因为喷药只能杀死成文 如果密集喷药 反而会使蚊子产生抗药性 所以防蚊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阻断蚊子 与积水处产染的途径 提醒民众要落实自主随时 寻 盗 清 刷 自家以及周遭邻里向盗的 并媒文自身员积水容器 寻的就是寻查我们周围环境的 一个并媒文自身员 然后倒呢就是倒掉我们环境中 这个积水容器 然后清呢就是清洁 我们环境中的也是一个自身员 那刷呢就刷洗这个清洗 这个容器中的这个虫卵 好让这个蚊子 避免自身成为蚊子这样子 环保局指出 截至今年六月至 以针对地主或管理者 不清理自由土地或污染 影响公共环境卫生的行为 告罚处分35件 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开罚1200块钱以上 6000块钱以下罚还 呼吁民众在雨季期间 更应该主动随时寻检 清理住家内外角落的积水容器 避免自身并没闻 降低个人家庭以及社区 感染全部的风险 全面共同防治灯格热 评论新闻蔡立华卫德卫 采访报道